我們來看在英國有一間做十個列島的工廠 這間工廠的創辦人 他們家有住必定的孩子 有一天他發現十個列島在做的過程當中 對住必定有幫助 所以他就請有住必定的少年家 來這間工廠吃透露 而且如果賣一英文的十個列島 就有關六十九戶的便室 來幫助住必定的販賬 跟十個地沒有一家一家戳戳戳 還可以繼續跟巧克力煮到沒有來賣 他們有建設出一間巧克力工廠 才有住必定的少年人 讓他們從工作裡面找到主信 這間巧克力工廠的創辦人 是來自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蘭馬巴德 也好心吃起的時候就住必定 在東北首都記住 所以整個月才在在2000年來搬來英國 這間巧克力工廠的主席 只有一位主必定的還價 其中一位完工卡拉斯 已經對學徒變聚 透露行山山的完工 他只感受這種感受機會 另外一位完工克倫笑說 他真正的工作 如果是讓人霸凌就讓人拜託 心情假敗 一直到這份頭路 照比重視的感覺 大部分在這裡吃頭路的主必定還價 都認為工作的氣氛 可以幫助他們控制加改善美景 總辦人是說 主必定的完工 中心 困難 而且吃高級 有時候它會改變經營的模式 只要多花短短時間跟他們交通 這間巧克力工廠 雖然要提到政府的補助金 不過也是每月一餐飲的巧克力 這款69變速來幫助主必定還價 總辦人希望他的大黨 也讓他顧得多公司做回來做 公司新聞心動會編業